全新突破特斯拉Model 2引擎 性能飞跃 成本锐降 颠覆行业格局 这款呈现在眼前的引擎 堪称当今汽车工业中最尖端的动力系统之一 特斯拉独创的碳纤维缠绕技术 首次应用于Model 2车型 这款售价高达1.1万美元的性能猛兽 其加速能力足以在街头轻松超越兰博基尼 然而更令人震撼的是 这款同源的发动机 在马斯克即将推出的入门级Model 2车型中 有望通过技术升级实现高达40%的整体性能提升 并且完全摆脱了对稀土元素的依赖 其革命性的设计核心在于碳纤维包覆层的应用 而这一次工程师们更进一步 采用了航空航天级别的材料来强化其强度 可以预见当Model 2最终走向市场时 这台发动机将再次突破技术的壁垒 展现出更强的耐用性 更高的效率 同时维持更低的生产成本 当Model 2最终驰骋在道路上 这款电机将再度刷新人们对汽车动力的认知 它将更加坚固可靠 能量转化效率更高 而最关键的是 其价格依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那么这台电机在Model 2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它又为何能在消耗更少能量的同时 爆发出更强大的性能 坊间传闻 这台电机的成本 甚至低于Model 2整车价格的1000美元 但其使用寿命却能达到现有汽车发动机的三倍以上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们将深入剖析这款新型碳纤维包覆电机的全部潜力 在正式开始之前 恳请您点击订阅按钮支持我们 究竟是什么让碳纤维包覆电机成为Model 2最智能高效的动力方案 您是否知道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传统电动机 无论功率多么强劲 都难以突破每分钟16000转的极限 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电机采用金属部件制造 这些部件在高温环境下容易发生膨胀和磨损 进而限制了其转速和功率输出 甚至可能导致损坏 大约4年前 特斯拉通过一项创新技术成功突破了这一瓶颈 他们为电机转子包裹了一层仅0.5毫米厚的碳纤维 复合材料套筒 这项技术首次在Model 3的车型上得到应用 使得转子能够承受更强的离心力 碳纤维层拥有高达7000兆帕的抗拉强度 相当于刚才的5倍 并且在200摄氏度的高温下也能保持其结构稳定 正是这项关键技术的应用 使得特斯拉得以将电机转速提升至惊人的2000转飞分钟 创造了行业内的全新记录 而在2025年 埃隆马斯克及其团队为即将到来的Model 2车型实现了又一次技术飞跃 他们不再采用标准的碳纤维材料 而是升级使用了碳石墨烯混合复合材料 通过先进的纳米注射技术 将碳纤维与厚度仅为0.1纳米的石墨烯层完美结合 使得材料的抗拉强度一举突破10000兆帕 较之前的技术提升了40% 并最终将转子的最高转速推向了25000转飞分钟的新高度 然而这项技术的意义远不止于原始动力的提升 更在于效率的显著优化 其核心优势在于 这款引擎能够以更低的能耗和更少的电池消耗 提供超越以往高性能车型的卓越性能 新型碳石墨烯涂层的应用 使得电机重量大幅降低了30% 从Models的45公斤缩减至Model 2的38公斤 这意味着电机在运转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也随之大幅降低 在每小时110公里的巡航速度下 仅需11000瓦的功率 此前需要15000瓦 仅此一项便减少了10%至12%的能量损耗 石墨烯卓越的导热性能也极大地提升了电机的散热效率 其热传导速度是普通碳纤维的5倍 在Models的电机以2000转飞分钟的转速运行 30分钟后 温度可能会飙升至180摄氏度 导致约10%的电池电量损失 然而Model 2的新型混合动力电机 仅会将温度维持在110摄氏度 彻底消除了旧款车型中依然存在的电力损耗问题 温度越高 电池消耗的电力就越多 耗尽的速度也就越快 而这款新型电机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 它在将电能转化为动能的过程中 几乎不会产生热损耗 这使得Model 2能够保留高达99.7%的电池能量 用于驱动车辆 相比之下 Models的效率约为90% 而采用传统电机的现有电动汽车的效率 则通常低于80% 这项技术能够输出高达268马力和350牛M的扭矩 足以使Model 2在短短3.5秒内 完成每小时0到100公里的加速 配备铝制电池组的理论续航里程为380-400英里 而新型碳纤维电机能够将其转化为实际使用中 370-380英里的续航表现 这意味着更长的行驶距离 更少的充电停靠 以及更低的电池磨损 您的燃油车续航里程仍然只有380-400英里 即使厂家宣称可以达到500英里吗 或者您的电动车在上坡时仍然显得力不从心 即使油门踩到底也难以动弹 如果您也认为这些传统引擎的缺陷与局限 终将被特斯拉Model 2搭载的最新碳纤维包覆电机彻底改变 请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 如果您已经体验过类似的技术突破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真实感受 如果您持有不同的观点 同样欢迎在评论区阐述您的理由 马斯克是如何以不到1000美元的成本 打造出Model 2不使用稀土元素的发动机的 当竞争对手仍在效率产量与成本之间艰难权衡时 特斯拉已经成功克服了这一难题 如今他们将这款碳纤维包覆电机作为Model 2的标准配置 其成本低于1000美元 并将搭载于即将推出的低成本Model 2车型上 预计售价仅略高于15000美元 多年以来 KIN KIN等稀土元素一直是电动汽车电机技术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些元素被用于制造永磁体 每台电机需要1至2公斤 以产生强大的磁场来实现高效率的能量转换 然而这些原材料的成本却非常高昂 每公斤约为100至300美元 这正是当前标准永磁电机成本高达2500至3000美元的重要原因 更关键的是 全球90%的稀土原料都依赖于中国单一来源 一旦供应中断或政策发生变化 这些材料的价格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暴涨 对于计划每年生产数百万辆电动汽车的企业而言 这无疑是一场充满风险的赌博 为了规避这一风险 马斯克与特斯拉的工程师团队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永磁电机 完全摒弃了稀土元素的使用 他们转而采用铁氧体磁体 其价格仅为每公斤1至5美元 并且可以轻松地由铁、粘土等常见材料制成 仅此一项稀土减量措施 就使得Models车型上原有的碳纤维包覆电机的价格降至1700至1900美元之间 较传统的电动汽车电机降低了45% 然而Model 2搭载的新一代碳纤维电机将迎来更大幅度的降价 特斯拉开始采用旧车回收的再生碳纤维来替代原生材料 这意味着相较于前代产品原材料成本将再次削减40% 通过循环经济模式实现了单台电机400至500美元的成本节省 这种材料的转变将使得Model 2的碳纤维电机价格降至仅1100美元 但我们认为这并非最终的数字 许多人常常忽视大规模量产所带来的巨大优势 如果为200万辆Model的生产同等数量的碳纤维电机 其成本还可以进一步降低 如果其他企业想要效仿这项技术将面临高昂的生产线 改造门槛 福特 通用 丰田或大众虽然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但其现有的工厂并非为生产电动汽车而设计 他们仍然依赖关键零部件供应商 而特斯拉则截然不同 他们采用了垂直整合的理念 从零开始设计和制造所有的汽车部件 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人力 正因如此 如今特斯拉的电机不仅性能更加卓越 更因其独特的制造模式而拥有极具竞争力的价格 其大规模生产将直接在德克萨斯州 和内华达州超级工厂的新一代生产线上进行 其中99%的转子组装流程都实现了自动化 从高压探线围绕组到人工智能控制的定子集成 该工艺将产品的缺陷率降低至惊人的0.01% 而最重要的是 电机的最终价格将降至仅850至950美元 特斯拉的这项创新 终将使其他电动汽车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因为当消费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 获得更清洁 更可持续 更强劲 最终也更经济的电动汽车史 除了Model 2 他们还有什么理由选择其他车型呢 碳图层引擎将如何帮助Model 2车主 节省运营和维护成本 为何我们能够断言 特斯拉最新碳包复电机的寿命和整体耐用性 相较于其他汽车制造商的产品 堪称革命性的突破 关键在于其随时间推移的极低磨损率 丰田卡罗拉或本田思域搭载的传统汽油发动机 通常的行驶里程寿命仅为15万至25万英里 究其原因 这类发动机拥有大约400至600个活动部件 包括活塞 气门 连杆 曲轴 突轮轴 轴承 齿轮 以及无数其他细小组件 而日产凌峰或雪佛兰BOT搭载的标准电动机表现稍好 寿命可达30万至50万英里 因为其机械部件相对较少 大约只有30至35个 然而这类电动机仍然会受到热量机具的限制 长期的高温会磨损轴承 导致转子变形并造成振动 进而损伤磁体 特斯拉的新型电机则完全不同 它只有一个主要的运动部件 转子外加3至5个小型机械组件 如轴承来确保平稳运转 这仅相当于普通电动汽车电机运动部件数量的十分之一 而这一点差异至关重要 最新的碳纤维包裹设计几乎完全消除了内部的振动摩擦残留物堆积以及热磨损 与燃油发动机相比 其故障风险降低了95% 较标准的交流电动机也降低了约40% 在Model 2车型中 碳纤维包裹技术使得电机的寿命延长至惊人的1200000英里 约192万公里 理论上可以连续使用25至30年而无需更换 这意味着更少的部件需要更换 更少的部件需要维护 这款发动机仅需每10万至15万英里 约4至6年进行一次检查 按照台湾人年均行驶里程约1.5万英里计 算常规维护仅需检查逆变器冷却液及清洁轴承 每次费用约为50至70美元 可以有效避免重大维修的发生 平均而言 Model 2车主在10年使用周期内 仅需支付约1000至1500美元的发动机维护费用 这远远低于传统电动汽车3000至5000美元的维护成本 更无法与燃油车高达5000至1000000美元的大修费用 相提并论 由此可见 埃隆·马斯克在Model 2上采用新型电机的决策 无疑是电动汽车领域的一项变革性举措 因为如今人们讨论的不仅仅是速度 更关乎规模效应 环境保护以及长期的可持续性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恳请您点赞并分享这篇分析 让我们继续保持对电动出行的热情 下期视频再会